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0号回应称 众议院民主党人不应该公布税表 并警告这会给很多人带来可怕的后果 美国国会众议院公开特朗普的纳税报告 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又将如何回应 今天我们邀请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前锋先生 做分析和解读 节目一开始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公布了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夫人梅拉尼亚 在2015到2020年的数千页收入和报税文件 此前未披露的细节包括2020年 特朗普慈善捐赠为零 2015年竞选时 他曾承诺当选后每年捐出40万总统工资 另外2015年 特朗普名下的纽约中央公园 Women溜冰厂营收近千万美元 但是却报告了亏损130万美元 同年特朗普还报告了近2万美元的 医疗和牙医支出 文件还披露了特朗普2017年税改 对自己的影响 获益方面在于 他扩大了贷款利息的资产减计 采购设备的税收抵免等 但是不利因素则包括 他推行的1万美元地方税减免上限 比如2018年 他支付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州和地方税 但是在缴纳联邦税时 只能抵免1万美元 对此特朗普周五发声明称 自己很骄傲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通过折旧和其他税收抵免的方式 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 但是他抨击民主党人不该这么做 最高法院不该通过此举 他警告称 这将导致很多人遭遇不幸 共和党议员此前也警告 民主党人正在萤火上身 称舆议压力可能导致拜登家庭 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招致审查 民主党将在下周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 倩先生您好 特朗普这么多年来不能说的秘密 终于被公开了 您怎么来看待这长达6000份 6000页的这份纳税报告呢 在我们看来呢 在美国公布的数据呢 将近一个季的 46份文件的这样一个特朗普的税报表 可以说呢 也揭开了特朗普的试图掩盖的神秘的面纱 其实呢 看这个文件呢 你如果详细看呢 有这么几个看点 第一个呢 是特朗普呢 确实呢 他这些年的收入啊 是一个波动的 这个在低的时候呢 曾经呢 也有一个付3000多万的这个 这个付的收入 在高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2400多万的一个 一个高的收入 然后呢 在这些年呢 这个覆盖的6年中呢 其实我们看到 他呢 外界特别关注的是2020年 是 2020年他这个申报的这个税呢 只有0美元 啊 这个相比呢 这个2016年2017年呢 其实也又是个750美元 也是个相对性的 这三年交的很少很少 多的时候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 2015年 2018年 2019年 特别是2018年呢 捐了大概 就是说交了这个99万 将近100万美元的 所以说在这个收入呢 是波动的 与之相配的呢 就是他的这个税收 也是波动的 第二个看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呢 其实这个特朗普特会 特别会避税 特别会避税 特朗普曾经他在 他自己以前一本书 就交易的艺术呢 这个书中呢 他是吹嘘啊 这个自己呢 是多么会合法的避税 那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他把 很多的这个 负的收入呢 可以抵消 抵消了这个税的收入 这样的话呢 导致呢 他这个 在美国国税局的 这个查的 这个整个税收中呢 他这个收入呢 有的时候 会大幅的降低 然后呢 他的税收也会降低 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呢 这个慈善这个问题上 慈善问题上呢 其实 特朗普这个慈善问题上 都外界也特别关注 他其实2020年 是捐出了这个零美元 至于他此前所说的 把工资捐出来 这个呢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然后呢 在这么几年的 六年之中呢 他其实呢 这个交的呢 这个 可以说慈善呢 也并不是特别多 并不是特别多 尤其对他这样一个 富人来说 并不是特别多 可以说吧 整个一个这个事件呢 因为媒体呢 前期有很多的曝光 所以说他这个 整个的税表呢 出来后呢 严格来说呢 不是说很惊奇 让人很惊奇 但是呢 对特朗普的影响呢 还是有的 有的呢 更多的是 他的人设 一个无形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看到 他这个 这个 可以说是合理避税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一个高税 高是那个税收的国家 这个基本上 要15%的这个税 对于特朗普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阶层的 富人来说的话 他这么多些年 可以说是外界统计呢 基本上 这20年交过呢 大概平均是 100多万美元的税 每年 那这样的话 比其他富人 交的少了很多很多 这对他 这样的一个富人 交这么少的税 这让很多呢 这个可以说是 潜在的支持者呢 还是呢 特别是这个中下层的 还是会有一件的 那第二个呢 这个慈善方面 慈善方面 我们看到 这个说明这个特朗普呢 在慈善方面 可以说是说的多 做的少 他自己自己说 我给成千 这个上百个 这个机构啊 包括这个慈善部门 包括这个人员捐过钱 但是我们看到 他这个捐的钱呢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 自己呢 可能呢 他的整个收入呢 也并没有像他自己 所打造的人设那样 这么有钱 因为我们看到 他也有很多负的 对吧 而且呢 这个资产呢 他自己以前 在以前上一届竞选的时候 他说 自己有一百亿美元 但事实上呢 这个外界认为呢 他可能一半都不到 但现在看呢 其实 这个外界猜测 可能是对的 那这样的话呢 特朗普所标榜的 我这个 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呢 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 特别会赚钱的 所以当时 但总统呢 也是特别会有更多的 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的 但这个人设呢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看到特朗普自己就说 民主党不应该公布税表 最高法院也不应该批准来公布 同时他还说 美国的巨大分歧 现在将变得更加的严重 因为民主党人 把一切都武器化了 所以您觉得 接下来两党之间的斗争 会不会愈演愈烈 也更加的严重 好的 事实上呢 其实特朗普当时 第一届参加竞选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打破了 美国总统的40年来 就不申报自己的 这个纳税收入的 这样一个先例 虽然呢 我们说 这个美国这个公民呢 其实这个纳税的隐私呢 是受保护的 这个国税局 也不应该披露的 但是呢 这个美国民主党呢 他这个抓人 这个是不放的 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党的 这个筹款委员会 他这个主席呢 他其实也就是 从美国的法律中呢 找到了 就可以说是 从芝麻骨子里找到了 就是特朗普 必须要申报 必须要披露 他这个税收收入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法律 就是说这个认为 这个只要众议院 有觉得工作需要的话 就可以调查每个人的 那这样的话呢 用特朗普的话说呢 那确实呢 也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因为很多共和党人 他们现在呢 已经在这个 包括闭门会议上 都已经说了 如果 这个这样的这个例子呢 它继续开下去的话 那我们执掌新一届的 第118列国会时 那我们会 去对民主党 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因为今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众议院的筹创委员会 是共和党来掌控的 那可以想见 那可能呢 这个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说不定就是那个 拜登的儿子 叫亨特拜登 共和党可能会 怎么来报复民主党呢 他也会公布 就是说民主党的一些 包括这个亨特拜登 包括一些他们认为 民主党有必要的 甚至呢 是不是候选人 甚至呢 是有一些 跟民主党呢 包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 这些政治现金的 这些人物的 这样的一个税务报表 这样的话呢 就把整个局势呢 也都搞乱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可以说 共和党这个举动呢 绝对是对民主党一个报复 互相接短 同时互报黑料 我们看到在12月22号的时候 众议院的特别委员会 同时是公布了一份 超过800页对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 一个调查 对这个调查报告 你有哪些观察 这个报告我们看到 这个报告其实 也是这个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 成立这个一年半月 这个封山的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我们看到 也是当时 这特别委员会呢 可以说是 这个开了十次听证会 进行过一千次的 这样一个询问 然后形成了这个将近 一百万份的这样的文件 它这个呢 委员会呢 形成在当前 美国党争的情况下 特别是民主党呢 要对这个特朗普呢 要这个 可以说是 穷追猛打的情况下 这个报告的这个结果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 这个出谱 就是在人的意料之中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报告 其实提出了一个 最后提出了一个 四项的这个司法的 形式的指控 这个指控呢 包括呢 就是说 特朗普呢 特朗普呢 这个可以说提供虚假信息 特朗普呢 这个违反官方程序 特别最严重的是一个呢 就是特朗普呢 可以说是 这个支持和安慰 这个判断 这个行动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呢 这个司法委员会呢 想把这个呢 全部归咎于特朗普 归咎于特朗普 然后呢 这个也开创了 美国国会历史上的 第一个呢 对前总统呢 进行一个形式指控的 这样一个先例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可以说 把这个东西给司法部了 美国的司法部 这个美国司法部 现在的部长呢 加兰 包括呢 这个加兰呢 这任命的一个 就特别调查官 这个叫史密斯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 特朗普的其他的 这个形式指控 可以说给他们呢 也是提供了弹药 但是呢 也是给他们呢 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因为毕竟呢 这个事呢 也是特朗普 涉及到前总统 也是特别敏感 至于呢 这个形式建议呢 这个他是司法委员会 就是特别委员会 他们是提供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 这个司法部就要采纳他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司法部怎么采纳 是不是会采纳 这还是带观察的 所以您分析 接下来特朗普究竟 会不会遭到起诉呢 现在目前看呢 就像我说 这个案子呢 确实是特别敏感 特朗普本身呢 就是官司 这个很多很多了 是 包括今天呢 几个月前的 海湖庄园的 这个私藏 那个文件的案子 其实已经有 这个三项的 这个指控了 现在呢 这个可以说官司呢 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呢 这种国会特别委员会呢 把这种案件 重大案件呢 他们用的案件呢 给这个司法部门呢 这在这个美国呢 叫这个 叫形式转介 形式转介 就是把它 我们的这个 形式调查的建议呢 向政府部门 给政府部门 但是呢 往往是雷声大 雨点小 其实2018年的时候 就有很 就有不少的 这个形式转介 由国会 给政府部门 但是最后呢 都是无果而终 对特朗普现在来说呢 确实 可以说是 调量呢 比以前更大了 如果呢 是对他的 这个形式指控 特别是那个 包括那个 这个判断罪 要成立的话呢 那确实呢 对特朗普的 这个下一步的 这个竞选呢 会产生很大 很大影响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 一方面呢 这个美国呢 本身呢 这个宪法呢 对于这个 总统这个资格候选人啊 他也并非就是 他是要 有最高法院 最后来盯的 而且呢 他这个门槛呢 对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门槛 还是总体比较低的 我们看到这个 35岁 对吧 在美国呢 居住14年 35岁 然后美国公民 在美国居住14年 他其实就符合 这个参选 美国总统的资格 这个呢 不是说是 国会能说了算的 要这个 最高法院 来看看能不能合线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说实话呢 这个美国呢 这个司法 这个程序很冗长 有美国的很多媒体分析认为 如果要等到 2024年大选前 把这些问题要解决 可能呢 等不到 可能特朗普呢 不一定会等到 对他息息指控的一天 如果说司法部门 真的对特朗普提起的诉讼 2024年 您认为特朗普还有戏吗 特朗普呢 现在呢 这个挑战多多 其实呢 特朗普从参选 第二次参选一开始 其实呢 也预示了 他的未来之路 也是很艰难的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 作为这个总统 这个连续两届 就这个任期的 就是两届 就是非连任期的 在美国呢 只有这个美国总统呢 前总统克里夫兰 克里夫兰 但是克里夫兰当选 为这个两届 非任期的总统 已经是将近 一百年前的事了 这种例子呢 就是说特朗普 想复制克里夫兰的这个呢 确实呢 难度也是 也是特别特别大的 然后呢 本身呢 现在这个 这个在整个美国呢 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果我刚才说 这些 如果这些指控 尤其是判断方面的指控呢 也是万一要落实之后 那确实呢 是对这个特朗普 是一个致命的 一个杀伤 特别是呢 外面有杀伤 而且呢 这个内部呢 也共和党的 很多的这个新秀 也慢慢慢慢 也站出来了 也可能呢 会对特朗普地位 进行挑战 所以说 他未来的这个竞选之路呢 将会呢 更不平淡 彭博社就说到啊 特朗普很可能会利用 这些法律的问题 来宣传 如何受到拜登政府 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所以您接下来 您认为就这次 这个国会山骚乱事件的 调查的结果 对美国的政局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们看到啊 这个白宫呢 一直呢 他就避免呢 对这个事呢 进行一个倾向性的评论 他目的也想呢 这样拜登政府呢 不想呢 让外界 特别让广大选民 留下呢 美国呢 他这个民主党政府 对这个特朗普 进行司法抛害 这样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呢 可以说是 诸多的这个美国的选民 包括呢 媒体也认为 这个民主党内部 对特朗普呢 想第一方面 想对他定罪 甚至让他入狱的 这个人呢 大有人在 那第二方面 那如果就算定不了罪 也让他这个 可以说 对他的这个政治名声呢 就进一步的污名化 让他呢 压缩他今后竞选的 这个空间 可以说呢 这个问题呢 这个还是比较 明白的了 然后呢 这个特朗普本身呢 又是特别会宣传造势 他把这个呢 就是打造成 你这个拜登呢 对我们进行的 这个民主党 对我们进行司法押迫 把司法的武器呢 政治化 是 我可以说打这个背心牌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问题呢 这双方呢 还会继续抗烈下去的 好 谢谢钱先生的点评分析 下节新闻电视谈 继续带您关注 麦卡锡为当选 众议院议长 做出关键妥协 先问话题稍后分析 一会儿见 新闻电视谈 欢迎您回来 美国共和党 即将在明年1月3号 掌控新一届 美国国会众议院 但共和党党团领袖 麦卡锡 仍未锁定当选议长 所需的票数 麦卡锡为争取支持 在30号向批评者 做出了关键让步 共和党消息人士30号 向媒体透露 尚未锁定当选议长 所需票数的麦卡锡 一直在努力寻找 一个中间方案 以安抚批评者 争取足够票数 麦卡锡在本周 私下与批评者会晤时 做出了关键让步 他同意降低 罢免议长所需的 强制投票门槛 根据目前众议院的规则 只有获得多数议员同意 才能够启动 罢免议长的动议 但共和党内的一些强硬派 正在推动一项新的规则 允许任何一位议员 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 而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 麦卡锡同意 把提出动议的人数 设置为5人以上 不过有温和派认为 这个门槛过低 至少应该达到50人以上 寻求担任众议院议长 的麦卡锡早前曾表示 他不会在罢免议长的问题上 做出妥协 但最新的动向显示 麦卡锡迫切需要拿到 赢得议长席位所需的218票 虽然麦卡锡目前仍然没有 获得足够票数 但截至30日 有大约70名共和党议员 达成共识 将支持麦卡锡 还有15位来自摇摆州的 共和党人 在30日签署联名信 承诺除了麦卡锡 他们不会支持第二位候选人 2023年1月3号 新一届国会就任 众议院首要议程 就是投票选出议长 1923年以来 历任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都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 如果麦卡锡在第一轮投票中 无法获得足够票数 他还有机会与反对者谈判 麦卡锡为了当选议长 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妥协 这个究竟有多重要呢 这个对于他来说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在刚刚结束的 美国中期选举中呢 在美国的众议院的 这个435个席位中呢 其实呢 共和党呢 至于微弱多数 也就是这个222票 223票呢 据这个过半呢 其实也就多了4票 那4票呢 我们看到 如果麦卡锡呢 是在这个 这个马上举行的 这个议长选举中 如果呢 那这个 我们假设 如果全体的这个 民主党议员都 投反对票的话 那他必须 就是需要党内的 这22票的支持 才能赢得这个 过半数的218票 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因为 党内的有 有5到6位这个议员呢 是公开反对 麦卡锡当议长的 那这样的话 这222减 减5到6 他直接就 跌下了这个218票 那这样的话 就导致麦卡锡呢 过不了半 然后呢 就成不了 这个成为不了议长 所以说他要在这个问题上呢 要这个 做做文章 做文章 要妥协 那您觉得麦卡锡 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锁定 这个最终的票数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呢 今天上演的这一天上演的这个戏码 只不过有的是公开的 有的是这个私下的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麦卡锡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呢 其实呢 我们看到一个呢 其实就像有些反对派的预言 他的党内的反对派预言指责 麦卡锡作为上一届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 你领导无力 为什么呢 你在这个共和在民主党呢 这个可以说选举形式不看好的情况下 共和党选举形式看好的情况下 你还没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大比分的这个优势胜出 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想象 如果麦卡锡呢 如果获得呢 就是说像上一届 就是上上届美国共和党的247票 这样的一个优势票数的话呢 那其实这几个议员的反对呢 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反应出问题呢 就是这个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这个 可以说党类的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它的少数啊 少数人对这个党的未来的这个发展 影响呢是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 这个这次呢 反对麦卡锡呢 当议长呢 是来自于这个共和党内部的 一个叫这个可以说 这个自由联盟的 这样一个小团体 这个小团体呢 实际上是2015年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共和党内部呢 一些保守势力的 这个他们的议员成立的 他们的目的呢 其实要建立了更小的政府 更加的推行这个保守主义 他们是非常反对 像移民和改革这样的问题 他们的可以说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中啊 这个政治光谱中啊 可以说是右翼到极右翼之间 我们讲共和党已经本身就偏右了 它还要更加偏右 他们呢 在他们看来呢 这个你麦卡锡呢 这个就不够右 就是不够右 那我们呢要把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一个党的方向呢 往更右的方向发展 他们尽管人数呢 并不是很多 因为他可能也有 也只有几十个人 但是他们影响力很大的 对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 麦卡锡所需的票数上 可以说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 所以共和党现在 其实很多其他的成员 也都在跃跃欲试啊 有关这个议长的人选 究竟是否还存在变数 可以说呢 只要没有板上钉钉呢 尽管这个麦卡锡 尽管说了 就像外界报道的 可能进行那些 一些说服游说跟让步妥协 但是呢 只要没有板上钉钉 还是呢 也会有变数的 如果出现这个变数情况下呢 这个美国媒体分析呢 最大的可能呢 就是共和党呢 这个在中医院的二号人物 斯里夫斯 对 这个他呢 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呢 这2008年开始 就等于是在美国 这个中医院共和党中啊 扮演这个三号人物的角色了 因为呢 他就像那个 纸牌屋中的主人公 这个安德沃一样的 他其实是共和党的党编 就是说或者叫党的图管 第三号人物 他是排在这个议长 如果是共和党当议长的话 他排在议长和那个 多数党领袖 还有这个 他们两个之后 第三号人物 然后呢 这一次呢 这个中期宣议之后呢 其实呢 这个他已经呢 可以说是成为共和党的 这个可以说是 他在众议院中的这个领袖了 按理说是会让麦卡锡也放心了 而且他对麦卡锡也表示 要支持 要支持麦卡锡当这个议长 但是呢 在如果这个麦卡锡呢 没有说服这些反对派议员的情况下呢 其实呢 这个 这个Steve呢 他是最有可能呢 会成为呢 这个新的议长的这个 一个黑马 因为呢 他的这个政治履歴非常完整 而且呢 他的这个政治立场 在外界看来 他比麦卡锡呢 还要偏右 而且呢 他与这个特朗普关系呢 特朗普派关系也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 这可能是更多的 这个美国共和党类呢 保守派议员呢 所能接受的 所以说如果 没到选举那一天 都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 这也是今年的 可以说美国中议院议长选举的 一个一个探点 一些美国的媒体就说啊 如果麦卡锡没有能够获得 218张选票的话 那么在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 将会面临末日的场景 同时美国又将 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么就是首次无法通过一轮投票 选出众议长 您怎么来看 是 这也可能也是一个 可以说历史之变 跟那个百年的变局吧 因为我们看到 也恰巧呢 基本上是在100年前 就是说上一个美国的众议长 他上任 就是经过了这个 就1923年经过了九轮投票 才成为这个议长的 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呢 一共有呢 14次呢 其实要经过多轮的投票 才成为议长的 但是呢 14次呢 13次都发生在 160多年前的 就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 可以说是 有美国的媒体说 美国的议员 美国的议会都已经忘记了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该怎么应对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呢 这个麦卡锡呢 也是在做工作 可能呢 会争取这个反对派议员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美国媒体认为呢 这个情况呢 这个政治将军情况呢 也有办法呢 可能会避免 避免呢 怎么办呢 比方说 这可以呢 让更多的 说服更多的议员呢 你们可以呢 可以说是到现场 但是呢 你不参与投票 不参与投票 也不支持 也不反对 这样的话呢 可能让这个门槛呢 会降低 其实呢 我们看到这个 在20 就上一届 117届国会的时候 其实像那个佩洛西呢 他就是没有以218票当选 他216票当选 包括呢 再往上一届呢 就是美国的 共和党议长的 那个伯拉的时候呢 他也是216票当选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呢 还是会避免一个 相对的政治僵局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呢 也是对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 美国呢 这个两党 这个激化 可以说美国政治呢 日益混乱的 这样一个 更好的一个注脚 而且呢 如果这个事呢 一旦发生的话呢 可能会对 这个麦卡锡呢 此前呢 所宣称的 一系列的 这个政治议程 包括呢 这个弹劾拜登啊 这样一些政治议程呢 这个会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也揭示了这种 美式民主的 真的面目 非常感谢 钱芬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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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